外星人想要攻占地球,却只有人类拇指大,刚下飞船就差点团灭。 一个男人从空中飞下,脸部着地,落在了自由女神雕像下,他走路姿势奇怪,刻意模仿他人的隐形举止,显得怪异无比。 与此同时,纽约市警察局也对自由女神像附近出现的神秘飞行物展开调查。 神秘男人在街上行走时被乔西妈妈的车撞到,脚步出现骨折。 正当乔西妈妈准备打电话叫救护车时,神秘男人在人群的包围下凭空消失,瞬间出现在了街头的角落。 有一个小人从神秘男人的耳朵里走出,顺着安全绳滑下,开始检查男人的脚步,从男人的耳朵向内部看去。 神秘男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而完备的飞船系统。 早上,乔西妈妈看到昨天撞伤的男人站在自家楼下,她急忙下楼向男人道歉,询问他的受伤情况,邀请他来家里做客。 言语交谈之间,他们认识了彼此,乔西的妈妈叫吉娜,神秘男人临时给自己起了大夫这个名字。 在参观吉娜家的照片时,大夫发现自己一直寻找的能量球误入乔西手中,于是他告别吉娜,开始寻找乔西。 从乔西的口中,大夫得知能量球被破坏小子瑞池抢去了,此时别无他法,大夫只能依靠乔西的帮助寻找瑞池。 这时警察已经根据自由女神下的撞击痕迹搜寻大夫,在大夫与乔西一家游玩时,抢走能量球的坏男孩瑞池,想再一次欺负乔西。 大夫保护乔西的同时,抢回了能量球。 喜娜带着大夫与乔西来到古巴餐厅酒餐,三人相处得十分惬意。 但船长操纵飞船与人类过分亲密的举动,引起了部分船员的不满。 餐厅中,大夫正与吉娜热武,定位到踪迹的警察突然闯入,逮捕了大夫,将他带回警局。 反叛的船员对于船长安于被人类拘捕的行为愈加不满,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,于是发起了政变,抢夺了飞船的控制权,使用暴力挣脱了警局。 而他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,将能量球放入大海,利用能量球来吸取地球海洋中的盐,并将其运回自己的星球。 盐在他们星球是稀缺资源,但能量球一旦被扔入海中,将会吸取海洋中所有的盐资源。 失去盐分,这种生命必需品,地球上的生命必然枯竭。 老船长被关押起来,他的女助手想要帮助他抖回政权,在逃跑的过程中,反叛军发现二人,将他们放逐飞船。 在地球世界上,微小的身形让脱离飞船的二人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,但二人利用智慧重新回到人行飞船内。 此时,纽约警局也展开了全程搜索,想要捉拿大夫。 海边,正当新旧两任船长在大夫飞船内部争斗时,能量球不慎滚入到海洋里。 能量球疯狂吸取海洋里的资源,飞船内部的船员们也面临着一个问题,他们所剩电能不多,如果他们使用电能从海洋中取回能量球, 那么他们将面临再也无法回到自己星球的困境。 在飞船内部的争斗中,老船长拿回能量球的提议得到了船员们的支持,他们也不想地球遭到毁灭打击。 飞船竭尽全力拿回能量球后,用尽最后的一丝电力将其送回外太空。 警察赶来,失去了能量供应的人形飞船,毫无抵抗能力,只能等待拘捕。 乔西不希望耗尽能量的大夫就这样被抓捕,突发奇想,从警察腰间抢过电击棒,对着大夫身体进行电击。 这临时一举,竟然为大夫飞船提供了能量。 老船长从大夫号飞船的口中走出,解释了刚刚的暴力行为是反叛的船员所做出的。 他表示,在地球的日子里,乔西一家教会自己很多,让他学会了地球人的情感。 表达完感谢后,他们准备乘坐飞船离开地球。 随后赶来的FBI阻拦了正起飞的大夫号飞船,而船员们利用大夫号的脚步变形,成为一艘微型飞船逃脱了追捕,成功回到了外太空,结束了惊险的地球之旅。